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三年 郭永贵另案处理 你放心 余总在里面一切都好 钱律师 她是被人陷害的 我求你一定要想办法还她一个清白 余总是什么样的为人我太清楚了 可你相信她 我相信她 这在法庭上都没用 法律讲的是证据 现在的案情对余总很不利 因为永达有重要的人证 能证明在刊发前 余总对永达农业进行敲诈 勒索 人证 谁啊 张伟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张伟曾经是我老公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志远升了总编之后 立马提了张伟做主编 他怎么可能 正是因为张伟和余总的特殊关系 他作为人证特别有说服力 张伟之称是余志远受益他对永达农业 提出敲诈勒索 太明显了呀 这个张伟被永达给收买了呀 这不可能啊 志远真的帮了他太多忙了 但是在利益面前没什么不可能的 看来这一切都是他预谋好的 小宁 你别着急 我来想想办法 好嘞 回家了 嫂子 张伟 我想跟你谈谈 张伟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嫂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明知道永达农业在陷害他 你为什么还要做伪证 嫂子 老大出这个事 我也挺难过的 我也不想帮永达作证 可法律就是法律 老大当初 都的确是让我找永达要钱了 我要是做了伪证 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不可能 你非常清楚他不是这种人 他也不可能做这种事 嫂子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回家吧 是啊走 好哇 直说 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如果你被人陷害进了监狱 你的家人会有多难过 你想过没有 你就当是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放过志愿吧 算嫂子求求你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相信法律 你会遭报应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做错事会有报应的 你说得没错 人在做 天在看 那个你叫他老大的人 也说过一句话 大人在做 孩子在看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有可能把你的孩子 教成什么样的人 当看着自己的孩子 一天一天地 像自己一样 变成一个坏人 这是人世间 最可怕的报应 现在知道 还不算晚 如果张伟能够良心发现 翻供 这是最好 不过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希望 都寄托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们想不想让余总出来 钱律师您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我这么问 有我的用意 让余总出来是一回事 还他清白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就直说好吗 余总现在的态度非常强硬 他坚持自己是被诬陷的 在这种情况下判决的时候 法官很可能会从中 如果你们想让余总早点出来 我还不妨先让余总点个头 认个错 态度配合的话 法官有可能 不行 他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要低头认罪 钱律师 我想让他出来 但是我要让他清清白白地出来 因为我知道 清白对他来说 比出来更重要 好 钱律师 拜托 明天开庭 我会尽力 好 是 拜托了 谢谢 谢谢 钱律师 江宁 我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 志远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姐 明天开庭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呀 我怕我受不了 江宁 你理解 你放心 我们会在那儿 对 反正开庭一结束 我就给你打电话 行 那我走了姐 小心点啊 怎么样 有消息吗 是 是 我 不 你 觉得我 都没有 我 我 不 可以 我 我 你 让我 idi gi 起立 判决如下 经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查明证实 罪名不成立 予以当庭释放 金逊风 犯刑贵罪 伪造证据罪 刑结严重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张伟 犯伪造证据罪 念有自首刑结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三年 郭永贵 另案处理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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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法师回归 上班时间 谁让你瞎传门的 我这不是想第一时间 拍领导马屁吗 这个下属有发展 会说话 志远 怎么样 看看你的办公室 是不是跟一个月走之前 一模一样 对对 只要特别表扬一下杜总 在述落难之际 杜总特别吩咐公司法务 务必帮你洗脱嫌疑 你看 总编的位置 一直给输留着呢 杜总够义气 不愧是大领导 行 能得到你们这些 小辈子赞美 不容易啊 别没大没小 杜总 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志愿 你什么都不用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 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心里一心二出 杜总 张伟他 恶有恶报 虽然是缓刑 但也够他受的了 他是个名媚人 主动辞职了